各位同学好 今天我们这个 远距教学 是针对我们6月1号的课程 做安排的 那今天我教你们 这是画这个燕子 我们这是国画赏息于习作的课程 那燕子画法呢 其实很简单 我先画 一只 在飞行的燕子 当然我们的画作最好的 还是从这个嘴巴绘先画起 在绘画的时候 大概一个往上的 再一个往下的 再来就是画眼睛 那我们为了 让这个燕子更活泼 所以我们的眼睛可以画略大一点 那再来就是头部了 头部的话很简单 就是黑的 那我们讲过 一个有 所有的鸟类头部都有一个 所谓的这个美人尖 美人尖 眼睛通常一般呢 都在这个 绘的上面 这样子 好 那下来接着大概就 就这样子 就过去 就是好 那这头部分往后 因为要画它的飞行 我这里呢 我带一点 这个咖啡色 咖啡色颜色 因为这样子的话 感觉比较生动一点 感觉比较生动一点 那这个颜色的部分 当然你们在学习的时候呢 可以买简单的一般 国画颜色 不一定要用到国画的颜色 那以后慢慢慢慢 你可以用到国画颜色 好 到这边以后呢 我们这个时候就开始画 翅膀要注意 这翅膀大概再过来一个 这边再过去一个 那这里我们呢 也是一样 就是过来 好 翅膀的画法 那我们这很简单的 一比一比下来 好 这边也是一样 这个整个过去以后呢 我们的一比 我们从外面进来的比较 羽毛的感觉比较漂亮 那燕子因为全身都是黑的 所以我们在这里 我们在画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 大家可以放党的 全部用墨色来表达 表达一下就可以 好 那身体的部分呢 大概不要太多 这样就可以了 好 那最重要的 接下来就是 这个 两个尾巴 它的尾巴呢是 比较特别一点 好 好 好 那这样就一直在飞的燕子 那我们这个 那这里呢 我们再调整一下 那这样这个 你可以再长都没有关系 燕子 这是一只在飞的燕子 再画一只呢 停在脂上的燕子 停在脂头上的燕子 也一样的 我们先画一个慧 好 眼睛 头部 没有人间 我们的方向当然要看到它 因为它飞过来 我们的眼睛 看着它比较好一点 头部过来 好 再来就差不多是身体的 就身体 那我们再注意一下 就是 通常一般的这里 我们都是比较喜欢 拿一点咖啡色 在它的脖子下面这里 眼睛的下面跟脖子这边 一点点咖啡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画它的身体了 它身体 那身体呢 我们要出去一点 进来 好 然后 整个 我们下来 这边也是一样 这边也是一样 这边也是 那我们下来做 要注意一下 就是 带动一个 感觉 好 那整个 就可以把它涂黑了 把它涂黑 涂黑没有关系 但是注意到 就不要太长 不要太长 身体不要太长 这样就差不多了 我们看看 这个角度 好 我们就注意一下 就开始 画它的这个 翅膀的长度 再往两边过来 那中间的部分 我们如果 能够用咖啡色 是最好 再用一点咖啡色 让这个墨 匀下来的感觉 比较漂亮 比较漂亮 好 然后接下来 我们这里 很简单的 就画它的这个 那它的一样的 还是一样的 它的两个 它的两个尾巴 是非常的 特别 是往外的 两个尾巴往外的 好 那这样就可以了 这个燕子 我们差不多就可以 几乎完成了 好 那我们可以在这里 我们可以在 用另外一个 不同的感觉 就是我们 这里我们可以 画一个 点点东西 我们画一个 随便画一个流树 这个流脂 搭配一下 那如果我们是画流树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简单一点的 几笔带一下就好了 因为柳叶是细长 好 这样子呢 看起来大致上 我们这个画就完成了 我们讲燕子的画法 那各位可以 好好的 这个疫情啊 在家里练习一下 再画一点鼻毛 这鼻毛可以画 可以不画 没有关系 这柳树的叶子 它是刚柔并济的 感觉上 好 这样就是 这样子完成了 谢谢大家